习大帝何去何从 2、复申旗 9月间马云宣布提前退休引起舆论哗然 民营企业家忧心忡忡消灭私有志 的鼓造和吴小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 迅速引爆恐慌民营企业家勘皇出逃 纷纷关门大吉深圳日报的广告版面 都不够了难题摆到台面上 习不得不面对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宣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志毛粉席大帝 恨不得喊出这句话 但真实的中国至2017年底 民营企业超过2700万家占企业数的90%以上个体工商 户6500万户以上私企和个体 仅注册资本就超过165万亿元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都来自民企 2018年已有28家私企 机身世界500强面对线实习大帝最终耸了 不敢做男儿了 不敢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了把消灭私有志 这句话咽到肚子里去了 习9月27日在辽宁 10月20日在信中 10月24日在广东 11月1日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次次表态民营经济重要不能走 在座谈会上更是肉麻的说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自己人这个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黑社会说辞无 法让明白的民营企业家 安心只要民进党没有明确宣告抛弃台独纲领 民进党政府的任何举措 都会被怀疑有台独嫌疑同样 习和中共只要没有明确宣告 抛弃消灭私有志的最终目标 就不能让民营企业家 真正安心那习大帝 何去何从一 在国际上继续扬奉英维 与世界经贸规则对着干 在国内缓和一阵继续做大做强国企 逐步以党舰控制 吞噬民企 走回一大二宫的计划经济老路二 在国际上承认和遵守世界经贸规则 融入国际社会 在国内依法保障私有经济改嫌一折 抛弃官本位的权利资本结构 走向健康的市场经济 第一条路是死路最终导致崩盘垮台 第二条路于国于民事正路 但会动摇独裁党国的国本威胁既得利益集团 会使中共演变式的下台 且都难以避免遭到清算的结局 我想提出一揽子解决中国的走向两岸统一 避免党国要员及其家族 子孙遭清算恶运的第三条道路 那就是弥补毛泽东修改国号的遗憾 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实施中共参与制定的46宪法 成正还有一大帮被洗脑者的支持 举行全国大选拿下一轮或几轮的执政党位置 以两岸统一经济振兴的丰功位纪 争取拿到全民放弃清算中共的法律保障 这难道不是于国于民于中共 于世界和平最有利的一条道路 文章指 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相关报道 民主沙龙 2018年12月18日 六四人物原目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 不可接受中国热评 孟晚舟事件走向非西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中国在非洲大撒币 美国如何是好零八宪章十周年 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 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帮小惊艳习近平柴琉牙流青 美中共时 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 零 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同步广播库 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集中营 先甘肅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接受调查 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 新疆镇压死亡震杀人如麻 为何犯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 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 联系我们点滴的输液馆 妈妈的鬼门关中国最高检要求 各机关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 为何对文革 请有独钟高薪编辑 推荐民主沙龙 2018年12月18日